空间摄影与应用 教师及课程简介 我是翁彩琼老师 大家好 首先跟大家谈一谈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的课程名称叫做空间摄影与应用 学分数是两个学分 这个课程我们先谈一谈课程的概述 本课程是用培养同学对于静态影像 怎么样选取 怎么样作为你利用的对象为基础 那借由这样子的过程中 我们使用相机静态摄影 我们使用相机对影响一些影像的可能的一些差异 来做一个深度的认知 并且进而培养对这个框框 你透过镜头看到的这个框框 你告诉我你怎么选 那怎么选了以后 怎么样去记录这些 在你眼睛瞬间看到的一些意念 那在课堂里面 我们学习容易造成影像失败的一个原因 原因非常的多 那这个目的在哪里 减低景框选取不佳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光影 利用不当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期望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规划 培养同学对摄影美学的辨识度 跟拍摄的一个技巧 那藉由这样子的课程呢 同学第一件事情 认识相机 第二件事情 认识景框 第三件事情认识比例 第四件事情 学习呈现如何表现这些事情的综合影响因素 好 那简单的介绍本人 我是翁彩琼老师 建筑设计系的老师 那我的联络电话 学校分机是33 email呢 借由学校的一个网页 或者本人的教学网页呢 都可以搜寻得到 我的办公室呢 就在富华楼的9楼911的地方 欢迎各位同学有空都来找我聊聊天 那专业的领域呢 包括建筑设计 物理环境设备学 跟节约能源 还有现在全政府最夯的绿建筑 生代环境的规划 另外当然就有这个影像媒体的表现 动态跟静态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这个课程呢 这个课程的宗旨呢 空间摄影与应用 是利用一个静态影像摄取过程 来拍摄物体的特性 那因为你的需求呢 我们去做一个瞬间的凝聚 那透过你许许多多技术的一个教学的协助 把你眼睛所看到的影像 透过你的脑子去判定你美学想要表现的一个方法 那去把它做一个凝聚 呈现在一张景框里面 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学习宗旨 我们有几个学习目标 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 那我们知识的部分呢 希望同学对于美学有一个基础的概念认知 那并且呢 在这个框框里面呢 重新定义和认识 然后呢 知道如何把美学的概念表达在物体 或者是这个物体呢 在空间存在的价值 藉由你的景深色彩 或者是景框的一个表达 去强化它存在的一个特性效能 第二个部分呢 在技术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呢 同学可以活用各种美学综合学习的一个技巧 找出对应拍摄目标所需要呈现的一个效果 去充分的呈现你想要表达的完整技术 第三个部分 老师希望你们在学习的一个过程中 具有良好的态度 什么样是良好的态度呢 希望各位同学面对拍摄物体 不能开玩笑 你必须要很严谨的去面对它 老师为什么特别讲这个问题 因为很简单 现在呢 我们的相机呢 慢慢的都已经从底片机转换到数位 那以前底片机呢 快门一按下去就是钱 那现在是卫相机我们最常听到同学说的一句话叫 不要紧啦 你随便乱按 按多了总有一张OK的 不要的回家再把它杀掉就好 那基本上呢 老师觉得这样子的学习态度呢 可能对你未来会有所妨碍 所以老师希望呢 同学在这门课程的时候 每一个快门按的都经过思考 非常严谨的态度 利用这样一个严谨的态度呢 就足以表达完整的一个影像 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态度呢 就有助于同学在这门课程中 有一个更确实更完整的一个表现方式 我们这门课程呢 的学习对象呢 是我们在建筑系大学部二年级的同学 我们为这样子的同学所开设的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同学呢 因为你们在大一呢 有了一些基础美学的一个认知 而在大二呢 我们再把这个美学的认知呢 再把它扩大 并且加入应用的一个特性 当然在全校里面也非常多的同学 都对于摄影是有兴趣的 我们也欢迎有兴趣的同学 来课堂旁听 或者是借由老师各种类型的一个影像 来做一个自修学习的一个部分 学前呢 必须具有什么样子的能力 第一个需要具备的基本程度 你必须要有美学的概念 空间的概念 你说老师我都没有修过这样子的课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只要你懂得欣赏了没 那这样子就可以试着来学习这门课程 第二个 你应该在本科系具备的一个基础能力 你必须要对你的环境 对周边的事物 对人都要有观察的热忱 你如果没有观察的热忱 希望拿起相机就按下去 告诉你一定会失败 第二个 希望自己成为空间完整表达的人 那我们学建筑的人呢 学设计的人呢 我们时常拿一支笔 或者是电脑 在对于一个空间做一个表达 我们也希望同学透过镜头 可以协助你的表达能力 后面呢 我们的学习方法 我们期望同学呢 第一个 在课前的时候呢 你应该要先做预习 依照课程的一个规划呢 预习线上的课程 那我们也会有一些公告哦 我们希望同学呢 可以陆陆续续的 在课程以前呢 你都可以先做一个预习 那在课程中呢 开始跟老师去做一个互动 那互动呢 有包括这个学成的一个互动 也有包括实体外拍的一个活动 也有我们阅读课程以后 老师要知道你的基本概念有了没有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综合的活动 当然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的课后的动作 包括呢 老师会有一些主题 希望同学自己去拍摄 或者呢 诶 考完试以后 就是这个综合的测验练习 老师会在教学网页公布答案 那同学如果错了以后呢 表示说 你有一些观念 还没有完全的了解 那希望各位同学 借由这个尚未了解完全的内容 你可以重新阅读课程 或者是记录下来 或者是在我们课程的过程中 面授的时间来求教老师 或者在我们的网页平台上面 持续的来跟老师做询问 或者是互动的方法 总之 进入我们现在科技的时代 我们有太多种在课后 彼此互相学习增进的方法 好 底下呢 我们来跟同学谈一谈 各州的教学大纲 那第一个礼拜呢 我们规划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先跟同学谈一谈 这个课程的一个基础内容 然后并且告诉同学如何准备工具 那我们的工具有什么样子的规定 那一些基础美学的概述 也先在这周让同学做学习 第二件事情呢 规划的学习活动 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请同学第一个礼拜 先分享一下 也就是请同学确定 你未来会用哪一台相机 那这个相机呢 这个你必须要在每一个礼拜固定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跟他产生互动 你每天要跟他抱在一起以后 你才会认识他 他才会爱上你 然后呢 你们两个在户外拍摄配合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的完美了 好 然后第一个礼拜呢 我们也想听听同学说 你想要学什么 你来告诉老师 或者你也可以跟老师谈一谈 我已经会什么了 我想要在哪一个部分增进 好 第一个礼拜我们规划的是 到校的课程 总要前面好几周 先让老师认识你 好 第二个礼拜呢 我们开始请同学 你必须要拿一张 你自己的照片 然后呢 我们互相交互学习 老师从你旧时候拍的照片里面 听你分享你的故事 当初拍这张照片的心情 然后我们探讨几个 可能构成摄影基础 好 这个美好 好 或者是这个丑陋的一些基础元素 然后呢 同学可以互相来交互学习 好 第二个礼拜 我们也是到学校见面 第三个礼拜呢 好 我们希望同学 好 呃 因为是不跟老师见面了 好 你必须要在家里开始阅读课程 所以呢 只要是你在家里阅读课程的一个过程 我们希望同学最少你要读四个单元 好 每一次最少读四个单元 这样子你才能很快的进入一个我们所谓的相机摄影综合应用的一个特质里面 好 你如果每一个礼拜老师只教一个单元的话 哦 那可能到学期末 你只知道相机拿出去不会被人家笑而已 好 他就是一台相机 好 那这样动作会太慢 哦 好 四个单元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个摄影的基本观念 第二个教你相机怎么样维护 第三件事情呢 哎 我相机的构成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第四个 好 我怎么样操作相机 所以在第三周呢 我们都做一个基础的学习 好 那基础的学习 你说哎 我看不看无所谓错 好 你对于那个你心爱的这个左右手如果不认识的话 那后面也很难跟他巴结 好 所以呢 一到四个单元看完以后 请同学有一个自我评量 然后呢 我们有个讨论区的主题 好 你来分享一下 好 你的这个 呃 这个学期想要学习什么东西 好 或者是你对于这堂课程的一个认知 好 呃 这个礼拜的课程 我们规划数位线上的授课 好 第四周的部分呢 我们一样请同学到学校 好 除了简合呢 你在那四个单元看的够不够以外 好 呃 我们在这边也跟同学把一些基础 好 再一次的 好 跟同学做一个互动哦 好 好 包括快门 包括光圈 包括景深 包括 ISO 好 这几个值呢 我们再做一个互动说明 好 那在这一周里面呢 老师会跟你们谈 谁大 谁小 好 谁快 谁慢 哦 大跟小和快跟慢之间到底怎么样交互 啊 好 学习活动 我们在这个礼拜 哦 我们一样做一个资讯交流的一个动作 哦 规划到校的授课 好 第五周的部分呢 我们规划数位线上 也就是请同学在家里阅读 一样看四个单元 哦 对于前面我们已经做了相机的基础认知 这四个单元里面呢 我们就更深入的跟同学谈 你可能会用闪光灯 哦 他各种闪光灯的特性是什么 哦 你可能不小心 你就会想说我多加两个滤镜 滤镜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哦 那每一种滤镜都有它的特质 我可不可以借由滤镜 哦 去得到我想要的目标 可以 哦 那测光跟曝光之间交互的一个关系是怎么样 哦 如果哦 你有外光没外光 今天天气不一样 他所要阴影的目标都不一样 包括你进入一个暗房里面 你全部都用辅助灯光的话 也牵涉到光色 还有打光的这个光源的一个问题 哦 他都会造就很多 哦 同样一张照片 有好或不好 奇异度的一个呈现 哦 那这个都是同学在 呃 进阶 哦 呃 拍出一张好照片的一个特质 好 同样的 这个礼拜呢 同学也必须要做一个测验 然后呢 我们一样有一个这个讨论区的一个作品 哦 讨论区的作品呢 我们请同学自己重新整理一下 我给你一个题目叫做白天太阳变化的时候 拍摄的基础素质是什么 请同学自己整理出一张表单来告诉我 那刚刚前面老师就讲到有太多交互的一个特质呈现 哦 有各种可能性 那每一个人的答案绝对都不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边提醒同学请不要超别的哦 哦 好 现在作业的部分呢 就请同学 哎 你去谈一谈各种气候状态之下的光圈快门等等交互值的一个关系 哦 那这个讨论区跟作业的部分 这两个是相关的 好 第六周的部分呢 这一周呢 我们基础大概已经学完了哦 开始带着同学到校外去拍 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的校园非常的美 请同学开始拍我们校园里面的大环境 警务 并且呢 你要做记录 做什么样的记录呢 你角角的档案里面 你必须要有学号姓名跟你的ISO光圈快门子 好 那这三个数值我们都知道 好 是交互影响的 好 那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过程 我们后面就可以去检讨 好 你借由什么样子的数值会拍出什么样子的结果 好 那这个是方便同学未来去掌握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 好 那 在这一周的一个部分呢 因为大环境 其实好 你只要把这个 呃 不太不太乱 好 不太乱 然后干干净净 然后不会东西拍一半 好 框井的这个线条曲线构图 没有问题 好 大概也就做到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学习目标呢 请同学去快看一看 框框里面的构图好不好 好 你怎么样去选择阳光跟你镜头之间的一个互动 然后呢 每一种数值之间你到底呈现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礼拜呢 老师会请同学拍不同的光圈之下 你的应对到底是什么 好 所以这个礼拜呢 下课的时候要请同学就把作品交过来 好 不要有回家作业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时间 大家的外环境都是一样的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共同的环境特质之下 同学怎么样去记录事情 好 第七周的部分呢 我们开始来谈一样四个单元 你的取景到底构图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因素 去产生影像的一个失误 然后呢 在这边请同学来看一看 拍摄一个静态的东西 便当 你怎么拍 那便当好像听起来很简单 可是呢 你的菜色到底怎么配 你便当是圆的是方的 材料是什么 其实在在都会有所影响 你的便当里面主题是谁 像同学在这一周大概就可以看到 有人呢 便当 整个便当都是主题 有人呢 就是中间的排骨是主题 也有人呢 筷子是主题 各式各样的拍摄都会看得到 好 那学习活动呢 这个部分一样念完四个单元 请同学做自我测验的动作 那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就请同学要缴交便当的作品 好 便当的作品 好 缴过来以后呢 我们接下去下一个礼拜 下一个礼拜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开始跟同学在学习活动的部分 到校上课 我们讨论这两个礼拜同学拍摄的一个结果 包括校园环境 包括便当主题 好 那借由这个阅读的一个过程 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件事 第一个大环境的拍摄 第二个有非常重要主角的拍摄 他们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好 第九周的部分 对不起 这周配合同学的期中考试 同学必须要到校授课 然后呢 我们这一周到校上课 当然就是前面里阅读的单元 我们都来考一次了 看看同学是不是学习的很完整了 好 第十周呢 要开始跟同学更深入的讲 好 我们本来只是拍便当 现在呢 请同学更近一点 好 更近一点去看事情 我们利用这周 请同学拍微距摄影 好 呃 这个时候请同学要拍一朵小花 好 而这个小花呢 大概不会很大 好 就是一朵小雏菊 好 那就影响到这朵小雏菊呢 在这么近的景深之下 跟叶子跟环境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除了要把那个小花拍得清楚以外 必须要在乎 它跟景深 好 运用 还有跟环境的互动关系 然后这个礼拜 佼佼的作业 一样要做记录 好 一样要做记录 然后有不同的景深尺度 给同学要交两张照片 好 第十一周的部分 同学又回到自己阅读的一个动作 一样十三到十六的单元 那十三到十六的单元呢 我们前面已经把基础都讲完了 在这个礼拜呢 开始请同学说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这么好的作品 借由一个剪辑的系统 这些资讯的分享 然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那你说故事真的要真实的吗 没有嘛 故事不一定要真实嘛 你必须要去编一个故事 去符合你拍摄的照片 然后去把它综合起来 所以呢 你故事可以从你失恋的那一天开始写 也可以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写 也可以从你跟爸爸妈妈吵架的那一天开始写 当然你更可以写 从你第一天开始修我课 开始痛恨我的那一刻开始 好 然后呢 学习活动一样 你阅读了四个单元以后要做测验 要做测验 然后呢 在这个部分 我就测验看看你 是不是知道这些剪辑的基础 是不是都有学习到了 好 然后呢 在这边呢 同学对于摄影学都已经有一个基础认识了 在这一周呢 我们的讨论区的主题呢 是请同学交互的分享 有网路上有很多的摄影网站 谁的摄影网站 其实开得不错 或者是谁专拍什么东西 有很多好的资讯 或者呢 有一些摄影网站呢 专门分享摄影器材 或者是摄影技术 这些呢 同学都藉由这个讨论主题分享出来 然后告诉我什么 好的 有什么东西 推荐给同学的 好 所以这周呢 同学请在家里作业 把这些作品呈现出来 那借由这个讨论区的过程呢 同学就可以 也可以看一看 原来那个同学说那个网站 我也去看一看 可以得到很多不同的心知 好 第十二周的部分呢 我们开始进入了我们建筑体的拍摄 建筑体的拍摄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当东西高耸 或者是长远 或者是非常宽的时候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你要退 可是呢 你可能没有退路 后面深度不够 要不然呢 你就要告诉我 老师我要广角镜 那是不是我有一定要求同学这样 没有哦 你可以拿一般镜头来拍 好 那既然 没有广角镜的话 那我房子又放不进去的话 怎么办 好 我们在这周里面跟同学谈 好 那有了广角镜 我就一劳永逸吗 没有 好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镜头 好 他都有一个深度 所以呢 建筑物的脚边 这一条线 他是会变形的 好 那面对这些东西 还有跟天空的互动 跟环境的互动 我怎么样去做一个取景的动作 好 是我们这个礼拜 在学校里面 我们要去拍摄的 好 然后一样要去做记录 好 一样要去做记录 然后呢 把他在下课的时候 佼佼过来 好 我们一样利用课堂时间 会再跟同学做深度的讨论 好 第四三周 一样请同学 好 阅读四个单元 好 包括主题的拍摄 包括老师分享的一些 景深微距的一个拍摄 好 好 然后这些呢 我们都借由一些实体 包括同学的 或者是之前学长 学姐拍摄的 好 我们再来 重新的一个探讨一次 去看 这些基础元素 交互以后 好 其实他会有各种不同的成因 好 好 那藉由这些过程呢 我们就是在把同学的基础概念呢 再做一个整理 所以一样 好 这些基础整理 就是在复习 我们一样要请同学做一下测验 好 然后这个礼拜 也请同学分享一下 你在这门课程中 到底学到什么 你想要分享什么事情 好 第十四周 请同学到学校的时候 之前我们同学不是开始 希望开始讲故事了吗 所以第十四周 老师会给你一个基础表单 请同学开始写脚本 好 那写脚本以前呢 请你先告诉我 你想要怎么剪辑你这些资讯 你想要从哪里开始说故事 也就是说 真的开始往下建构你脚本以前 请你先写一个大纲 然后来告诉我说 那我的声音跟影像 跟我的配音 如何去做一个搭配 我会选择什么样子的音乐 来协助我做这件事情 好 比如说呢 你明明要表现出一个妈妈 非常温柔疼爱孩子的一个特色 一个不小心你说 老师我只能选到一支007的音乐 好 那全世界就吓死人了 好 好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你必须要能合乎这个 你想要陈述的一个主题 好 同学在这边开始有了脚本的学习以后 后续我们请同学都把你的影片上传到YouTube 然后连结到学校的平台 我们可以互相检讨看到同学的一个好的作品 好 所以这个脚本的构思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 你如果为电影啊 这个脚本构思不好 也就没有人要看了 对不对 好 第15周一样请同学阅读四个单元 这四个单元呢 一样请同学学习的是影像截取跟影片制作的一些方法 好 那也就是说 未来同学在做你的影片的时候 可能利用各种技术的方法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跟同学加入概念里面 好 那这一周的学习一样 我们讨论区有一个主题就是说 你已经阅读了这么多的单元的一个内容了 然后老师也给你一些方法 在这边呢 我们希望同学跟同学之间彼此去分享 其他可以用或者是你自己常用的一个软体 然后这些软体呢 各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特色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讨论区呢 同学之间可以彼此互动 哦 原来他用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软体 我也去试试看 好 所以这个礼拜请同学在线上作业 然后分享同学的一个常用的 或者是使用软体的一个特色 好 第十六周跟第十七周 我们已经接近了学期末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到学校把脚本完成 包括我们脚本里面的主题 大纲说明时间累计时间 还有动态模式 背景音乐怎么用 语音的说明内容是什么 语调怎么样 或者是场景模拟怎么样 都要在这一周 这两周完成 然后呢 我们有作业五跟作业六 好 那作业五的部分就是 就是这个我们的学习表单 好 那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讲稿 好 完整的拍摄的这个稿子 好 全部都把它写完 然后呢 再过来作业六的部分 好 请同学回家 因为这个地方 老师没有办法带你外拍 好 这个部分呢 我们借由课堂上的一个学习 好 请同学利用机会 再去做夜间拍摄 或者是一个流动摄影 请同学拍两张 好 那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因为老师比较没有办法带同学拍摄 好 所以会在课堂中跟同学谈一谈内容 然后请同学好 去试试看这样子的技术 好 真实的被你使用以后 结果是什么 所以这两周我们规划到校授课的部分 第18周呢 我们期末考 学习主题五 好 因为同学必须要开始 搅搅你的成果咯 好 那什么样子的成果 哎 当然就是把你的故事完美的说完 好 从怎么痛恨老师 到怎么被我灵略完成这样一个故事 好 18周来你到底学了什么 你拍了哪些 这些东西呢 怎么让你编转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套件 好 那在这一周你必须要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在课堂的时候 学期末 最后一周 我们看完全班同学的一个影片 好 那你可以去分析一下 别人的东西好或不好 在什么地方 跟我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技术方法 好 后面成绩考评的部分 其实也不太重要了 好 同学如果每一周都非常认真的学习的话 我想成绩就没有什么好在乎的 好 但是呢 还是要在这边跟同学提一下 包括你这个课堂上的一个喜作 好 那包括你其中其末的一个作品 好 那最重要的是 你每一个礼拜 你该绞交的东西都必须要按时绞交 好 那这样子的成绩累计 我想同学 这个没有100分 也应该有80分了 好 好 那这门课程呢 未来学习的方向 我们有这个美学基础的一个概论 然后延伸的课程呢 除了静态以外呢 我们后续还会有动态摄影学 好 好 具有完美的美学基础表现 那这个是10分的